欢迎再度回到节目现场听海音说故事 在花莲有一家檜木民宿 一进到屋内 这满满的檜木香气立刻扑鼻而来 光是床头板就要价上万台币 这个民宿主人呢 原本经营的是一家木材工厂 不过伐木业萧条之后 他干脆利用工厂库存的材料 就盖了这间檜木民宿 每到假日呢 几乎是一房难求 时间刚来到早上六点 王姓丽的厨房热度已经日正当中 我大师把他的水分稍微再逼出来一点 封住他的那个苦瓜的那个 白玉苦瓜炸到七分熟 姜丝辣椒加上盐巴酱油一起搅和 电锅再蒸煮二十分钟 就是一道当季的桅杆回苦 我把他的鱼洗掉 不要油不要那么多 所以我们这边就一点糖 然后香菇水 然后去把它弄煮回来 这一道也很普通 市场买回来的面泡下水汆烫后 再和香菇卤汁一起共浴 就是外面吃不到的DIY面筋 我都会觉得说满县层的打开 尤其是营业用的 它们就会有那个罐头的味道 这样可以了 而炒花生更是平凡平民 却诚意满满 这个花生我们都选比较大颗一点 小起来脆度啊什么 然后每天就是带一天的量这样子 炒起来也比较新鲜 才不会放久了 就有油味 寻常平常和家常不过的台味稀饭配菜 王信力坚持一切自己来 不是开早餐店 而是替民宿客人准备一天的活力开始 担心食品安全问题 餐桌上所有的东西不买现成 把客人当成家人 加上自己也要一起吃 有满满的用心当配料 现在国外的客人也很多 介绍这是台湾的 比较道地的早上在吃的一些食物 就真的像在家里吃饭 对对对 家里可能还没有这么多元吧 家里更简单吧 我吃了两碗稀饭 台式家常早餐 有纯朴实在的妈妈味 这里的房间更有味道 吸引众多游客 专程来花莲榴莲 住房皮旁 我们里面的家具 全部都是自制 自己设计自己做 进来整个好香啊 对 整块的台湾檜木 这整块是台湾檜木 整块台湾檜木 我们希望说 它把芬朵精的味道散发出来 在你房间在睡觉的时候 可以感受到芬朵精的味道 光这一块 现在市场上 几万块了 最起码 打开房门 干净简洁的屋内 扑鼻而来的是满室新香 台湾檜木独有的浓郁香气 从鼻腔扩散到脑门 情形舒爽让人放松 屋内极简沉稳 窗外绿意盎然 整片天花板式圆木装饰 就连浴室也是满满的芬朵精 我们连洗把筋摸乳 都是用快木精去体验 去做的 民宿老板叶陈景说 快木释放的芬朵精 对人体非常好 可以消除失眠 头痛焦虑 活化新尘代谢 有美颜易受的效果 是每间房间看不见的主角 也是台湾唯一的快木主题民宿 民宿旁边超过50年的木材工厂里 一样满满的原木香气 这是老板娘王兴丽很熟悉的成长味道 我们很会跳木头 那个原木就跳下去 然后摇一摇 然后再跳到另外一个木头 我们都是这样玩 你会跳木头 会 父亲从民国50年代开始从事木材工业 王兴丽从小就在工厂兼住家 吸取分多金长大 木材业在早期曾经替台湾赚取大量外汇 伴随经济起飞 在民国60年代末期达到高峰 70年代开始环保意识抬头 台湾实施进罚措施 业者纷纷转而采购外国原木做加工出口 不过少了台湾优质木材原料 加上东南亚和中国木业兴起 王家的除木池就像多数木材厂一样 从堆积如山到溪落冷清 于是转型做精致的木头产品设计和生产 因为以前编材我们都很浪费 就当成那个垃圾啊 废材就烧掉 然后我们现在就把它东西再利用 那也是一个环保的东西 不只有小椅子 民宿的大厅展示架上 还有十多种原木小商品 每一样都兼具实用与创意 这个 这是台湾快木球 掉在衣架上丢在衣橱里面 做芳香啊 然后做一些装饰都可以 肥皂的一个罩牌 很可爱 这样子 那你就这样子 那刚好洗衣板的勾勾 它可以卡住我们肥皂本身 它不会让它滑动 王兴力当初会转行 还因为木材工厂生意滑落后 原本堆积原料的空地荒废闲置 他和座空服员的先生商量后 决定盖房子做民宿 空服员外表光鲜亮丽 虽然可以走好一个地方 但是基本上我们讲说 它是一个职业 不是一个事业 当了七年的空中飞人 叶晨景说因为时差关系 空服员常常日夜颠倒 一个月最少有15天不在家 和家人聚少离多 也错失了孩子成长的珍贵时光 于是毅然决然走下机舱 回到故乡 寻找更广阔的天空 而空服员的背景 让他对旅游服务业 有更多的认识 他清楚要做出特色 才能够在竞争激烈的民宿业 占有一席之地 于是利用现有资源 做快幕民宿 说家族故事 推出木座DIY 超受亲子家庭欢迎 还和诊所合作 成为全台湾唯一的 合法医美民宿 吸引不少港澳东南亚游客 来一渐地狗 回到花莲超过十年 夜城景已经成为 花莲民宿业龙头 不只赚到财富 还赚到和家人相处 一起打拼的珍贵幸福 舍下光鲜的职业光环 脚踏实地创造事业 有特色就有前景 快幕民宿的经验 值得想创业的年轻人 乒乓